人民需要什么,武林就造什么 人民想要只花10万块钱买一辆宽敞的SUV 于是武林打造了新城 这辆车的市场表现非常的火爆 你一定看过很多对它的溢美之词 甚至依据10万块钱你还想要什么 似乎就能掩盖它所有的短板 那么在超高性价比的演示之下 新城到底实力如何 欢迎来到丁丁说车 先说结论 新城确实是一款拥有很高性价比的好车 但是它的某些特性让它对部分用户不够友好 所以如果你对这款车感兴趣 那你一定要好好留意了 从定位来看 新城是一辆标准体型的紧错GSUV 车长接近4米6 轴距是2750毫米 大概和本田CRV差不多 价格当然是它的杀手键 起步69,800 这辆顶配也才99,800 没有突破10万这个坎 比半辆CRV还便宜 这辆车的外观走的是主流路线 不惊艳 但应该也不会引起反感和争议 特别能引发好感的是它的车漆 这辆车的车身颜色叫薄雾暖茶 明智很硬死 质感绝对超越10万级别 内饰也是中规中矩的主流风格 设计很普通 但挑不出什么大毛病 10.25英寸的中控屏 算得上于是俱进 用料不可能高级 但绝不掉价 这辆顶配车型的皮质座椅 还是比较有高级感的 做得也比较舒服 但是这个米色的浅内饰 大家还是要慎选 这才3000多公里 已经这样了 前排储物空间的表现不是很好 一个能放下手机的储物 隔两个杯架 一个不大的中央扶手箱 勉强及格的水平 Lio S车机是新陈的一大亮点 这套车机的一个绝火 是能够识别并执行 多个连续的语音指令 所以你一定看到过这样的演示 你好小玲 嗨 等你好久了 打开副驾车窗 把空调调低两度 打开天窗 但其实不是每次都这样的 打开副驾车窗 把空调调低两度 打开天窗 导航到淮海中路300号 不过稍稍熟悉一下它的脾气 在朋友面前耍耍酷 绝对没问题 除了自然语音控制 这套车机的操作体验也是不错的 强映速度和流畅度都OK 360度全景影像 256色氛围等和组队功能 就这个价位来说 确实是比较有吸引力的配置了 后排空间相当宽裕 腿部空间足足有两圈半 头部空间也有四只多 坐垫很长 而且后排座椅可以放到很大的角度 应该可以给年轻人不小的想象空间 后背箱空间应该说只是正常表现 而且没有遮物帘 对于使用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不便 不过后排座椅放到后 可以和后背箱地板形成一个全屏的空间 这点是要点赞的 所以这辆车的空间表现可以给个高分 嗯 也不能这么说 星辰的空间设定其实不太好评价 至少是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 这话怎么说呢 你看啊 它的后排坐垫确实很长 但同时又比较低 会有比较明显的板凳感 那如果你的腿部都是全空的 坐垫再长好像也没啥意义 你当然可以把腿往边上放 但这种坐姿显然不适合后排满座的场景 而且一直保持一个姿时也不会很轻松 另外 虽然后排腿部空间很宽裕 但后排乘客无法把双脚伸入前排坐以下方 所以实际上能使用的空间没有看上去大 所以关于星辰的后排 我的结论是 它的好或不好因人而异 你的身高体型乘坐习惯 你是习惯直着坐还是半躺着坐 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你的感受 所以如果你真的对这款车感兴趣 一定要带上你的家人去CS店好好体验一下 星辰的后排空间之所以那么大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它的方向盘是不支持前后调节的 所以很多驾驶者会被迫往前坐 这样客观上会给后排留出更多空间 对于不同身材的驾驶者 这个设定的影响会很不一样 对我来说 驾驶席会显得相当局促 而且下车时右膝盖很容易撞到转向柱 这就是我在节目开头说的 这辆车是比较挑用户的 接下来说说驾驶 对于一辆不到10万的SUV来说 我们对驾驶的要求其实没那么高 好开 平顺 高速够稳 大概也就够了 星辰的表现有些超乎预期 凯杰同款的147马力1.5T发动机 比配一台CVT变速箱 这套动力在凯杰上的表现 口碑比较一般 但是星辰比凯杰轻了200多公斤 所以谈不上激情澎湃 但绝不会让你感到弱机 哪怕是80、90以上再加速 也是有那么一点点厚劲的 不过发动机转速上去后 噪音是比较明显的 另外我们的这辆试驾车 会有比较明显的扭矩转向 身踩油门加速时方向会往右偏 CVT变速箱的表现让人满意 除非你是故意用钢琴脚去挑逗它 否则很少会感受到顿挫 在这个价位水平 CVT在平损性方面 确实比双离合有优势 星辰还提供了一个S档 实际体验还是有点用的 油耗表现似乎比较一般 之所以说似乎 是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没有进行严格的测试 仅从表显油耗看 几天的试驾 我们没有经历上下班高峰的拥堵 大概一半程式路 加一半高速路的组合 表显油耗在百公里八升左右 这个数字的前提是 它不会把停车怠速式的油耗 计算在内 而且这辆车也没有配备 自动挤停功能 底盘的表现出奇的好 当然前提是这个价位 10万左右 甚至再贵一些的国产SUV 常常会把底盘调的比较软 来提供更好的舒适性 但同时会让车子 开起来比较忽悠 雨天跑高速 尤其没有安全感 但星辰不同 它的底盘没那么软 但整体感觉没那么忽悠 也不细碎 提供了可圈可点的支撑性和整体感 后排会比前排稍微颠一些 但完全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你不要指望能开着它去P弯 但是在日常通勤的场景中 这是一辆好开 平顺 沉稳的车 回到我们的结论 作为一辆顶配还不到10万的SUV 星辰给我们的已经足够多 仰眼的车身颜色 宽敞的车内空间 聪明的车机 可圈可点的驾驶表现 尤其是出色的性价比 都可以成为选择它的理由 但同时 它的某些设定或者说短板 又确实会把部分用户 拒至门外 看上去这是一个 很卷的市场里的卷王 但这不是真的卷 因为它会让消费者受益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在各个平台关注我们 转发点赞评论支持我们 咱们下期再见